那在這個 另外有6例的重症的部分 是 就是有一位是 這個 大概小於10歲 那這個是屬於學齡前的一位 男童 本身是沒有慢性病史 也沒有接種過疫苗 臉部的一些神經系統的 這神經肌肉系統的一些 病徵 來 不過在住院檢查的時候就發現說 採檢新冠 也是確診 後續有出現這個呼吸窘迫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還住在家庫病房當中 來使用呼吸器 各位記者 女士先生 大家好 首先跟大家報告 今天的確定的病例 今天的確定病例大概65385人 那境外移入61 米 落地採檢40 居家簡易採檢21 死亡的個案17 那本土的個案大概增加了大概12% 比起昨天 昨天落地採檢的 檢驗1573人 陽性的人數是40 陽性率是2.93% 那早上2個航班45人 那 沒有陽性的人數 那本土的病例到現在是 今年478,870人 那輕症無症狀的 佔了99.79% 那中症的 中症的 佔了0.17% 那今天增加了61名 那有4名 是由中症 轉重症 所以中症總共增加了18加4 總共增加了22名 那其中死亡的原來98人 今天增加17人 所以是115人 那重症的 現在佔的比例是 百分之0.04% 好 那重症的情況是不是 請那個羅宜君 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公佈的就是 總共有18例的這個重症 那17 7例的這個 死亡當中 我們這邊來說一下說明 那 這17例的年齡是在60多歲到90多歲 那大部分都有這個慢性病史 那 其中大概比較都關心說是有一些在家中 有出現一些比較緊急的症狀來送醫的 包括有3位 那1位是這個 在家中昏迷送醫 急救無效死亡的1位70多歲的 女性 那知道 醫院之後才採檢陽性 當時已經是屬於 急救的狀況 那後續因為急救無效而過世 那這個也是屬於就是發病到死亡是 屬於當天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也有一位70多歲的 女性是在家暈倒 然後送醫 那那時候已經也是這個生命真相 不穩 所以急救 那急救無效也是在 醫院裡面才採檢 所以這2位是先前都並不知道自己 有感染確診的 那另外還有1位是 先前有因為這個跌倒的外傷去 醫院的急診治療 那在那邊也順便有做 採檢 採檢出來結果是陽性之後返回家裡面去 進行隔離 那在家裡隔離的4天之後 那病是家中 那因為這個行政相驗的結果 看起來沒有什麼 其他的一些 除了這個新冠肺炎以外的病徵 所以診斷為新冠肺炎 那這位是沒有慢性病 死的 那在這個另外有6例的重症的部分 是 包括今天新增的以及 這個就是有一位是這個 大概小於10歲 那這個是屬於學齡前的一位 男童 那這個年紀大概是在幼兒園的這個年紀 本身是沒有慢性病史 也沒有接種過疫苗 是因為一些這個 臉部的一些神經系統的 這神經肌肉系統的一些 病徵來住院做腦部的一個檢查 不過在住院 檢查的時候就發現說 採檢新冠也是確診 後續有出現 那個呼吸窘迫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還住在家務病房 當中來使用呼吸器 不過 氧氣的需求並不是算很高 目前病況是穩定 在接受類固醇跟瑞德西偉的這些藥物的一個 治療 所以這是今天 年紀比較小的一個 兒童重症的病例 跟大家做報告